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陈埃妮 我喜欢折气球 我在自修上面看到有折贵冰狗的样子 然后我就请妈妈带我去买气球 然后回来之后就看着书房练习一次就会了 觉得气球很好玩也很有趣 从三年级开始到现在大概有一年多 越南就会愈想要折好 然后会很愉快的感觉 就想过要开一家气球餐厅 然后里面就有放气球 然后又可以吃到美食 我也想要当街头艺人 就是气球的街头艺人 因为两个都觉得很好玩 就是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现在我正在准备明天有闲要用的气球 需要很多很多 应该要五六百条吧 第一条绿色的它是最细 气球里面最细的 它叫160的气球 然后红色这一条是260 然后黄色这条是350 它很粗 就大概跟脚一样粗吧 目前我在折气球的大部分都是长条型气球 因为它可以做的变化最多 然后要折的气球也要挑选过 像我用过几个牌子 后来觉得这个牌子最不容易破 这个是双向打气筒 因为它一吹过去就是一下 回来也是一下 一来一回都可以充气 比单向打气筒快很多 可以用嘴巴吹 但是建议不要 因为用嘴巴吹 会造成眼睛不舒服 还有身体的不舒服 有时候一直绑一直绑 然后呢就手会破壁 然后有时候痛的话 就会用OK不能贴 不能把气球冲得很满 不然很容易一直就爆破 一刚开始气球爆破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然后之后气球爆破就觉得 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气球虽然可以折出很多东西 但是像是眼睛这种 比较细小的东西 还是折不出来 所以呢要用画的 画气球不能用油漆笔画 因为会把气球腐蚀掉 然后你做了完成品 然后就会爆掉 建议用麦克笔 因为它的化妆区比较快干 所以重点是它不会腐蚀气球 气球刚飞好大概是会反光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 它会变得完全雾雾的 然后呢如果要让它维持很亮 如果以这个亮度的话 那就要喷亮光漆 亮光漆有两个作用 应该是保护它的颜色 让它的颜色可以持续 一两天 第二个作用是 让它可以维持的比较久 如果不喷的话 两个礼拜之后 就会变成这样子 完全缩水 今天晚上要折很多帽子和手环 让大家明天有闲的时候可以戴着 除了帽子和手环之外 我还要再折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喔 大概四只手指头 四只手指头 中间有一个结 这里也有一个结 要把它这样子卡在一起 要把结和结卡在一起 然后就好了 就把它卡在一起 你们猜猜看 我现在在折什么呢 走在大街上都被民众拍的话 我会觉得自己很开心 又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作品 登登 这是一件气球洋装喔 最后还是有再加装了一点点 因为我做的太小限了 然后今天还加装了肩带 很舒服 然后穿起来很漂亮 很专心 本来想要把那花贴在中间的 然后呢 最后因为混的亮光 其实悠悠的 然后就切不上去 所以后来马来就用绳子 把它在最下面 穿起来觉得很好看啊 我自己做的也很好看 我自己做的也很好看 穿上气球装后 大家都在拍我们 其实会觉得有点害羞 没有яти micro 其实是很专心的 很专心的 太多 手折起来很多 这边找找找窗 那边找找窗 我觉得气球可以抓到很厉害 这边抓到很厉害 好快 要到很容易 所以,我們來舞行,稀奇古怪樣樣行 有很多人看到我們兩個穿氣球裝 大家覺得都嗚,啊,嗚,一直叫 我之前沒看過這種氣球做的洋裝 可是頭一次看,好厲害喔 有兩件都是,很漂亮,很厲害 我們等一下沿路會發氣球貴賓狗給觀眾 大部分都喜歡 沒送你 我看到大家的反應,我覺得很開心啊 因為別人可以那麼驚訝,我覺得很喜歡 請問有人跟我一樣喜歡氣球嗎 趕快來臉書跟我聊天唷 овые字幕開玩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